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你我那天还看到这个阿诚先生写一本小书很好看闲话闲说 他里边讲一道啊 说这个一个圆中间一个点这个日子的这个最早啊 他就琢磨着可能是母系的图腾 就是说母系是社会在先嘛 所以说阴阳的讲法其实是人的一种讲法 到后来呢 你看一个圆中间一个点 这也象征着这个女因 所以他怀疑这可能是母系社会的图腾 为什么这象征着女因啊 一个圈中间一点 那还象征着 你如果从正面去看男性性器官也是一个圈一个点 那是你如果从背面看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最后男性是社会抢过来了 把男人定为阳 把女人定为阴 就是男人叫日 所以现在男人不灵了吗 日全时天狗时日了 这个宣传部门讲了 不要搞封建迷信啊 是吧 你们平常宣扬的那些个话 这是你 是你最爱说的 一天到晚讲什么要出大事了 什么的 五百年一遇啊 时间最长的这个日全时 我们这里看不见了 我们这里 我们看日片时 哎呦 有的人坐飞机去看啊 就是很多人 长江流域 你注意到 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 中印 是主要的这个观测 对 不过他们说了呀 他们预测会有暴乱 不是暴乱 别胡说了 预测会有暴雨 就是下雨 这就你 到上海你看不见的 所以凤凰网友 咱们强强论坛里的非常着急嘛 说呀 22号全时代 你看这词 这全时代 大部分地区上午有雨 建议政府和气象部门 人工降雨 人工消云办法 快做 就像奥运的时候 没错 对对 用人工的办法 是局部云层消散的措施 是人工影响天气的试验项目之一 人们通常用飞机在过冷云中 拨撒点化银或固体二氧化碳 促使云中产生大量冰金通过柏杰龙过程 柏杰龙过程 这个云层啊 消散 但是呢 另一个江苏南京的网友说 你好没道理 既然用人工的方法消云 还不如人工制作几个假的日全食给人们解解课 但是这说真的 因为那么多人跑去看 真看不到 那很让人失望 很容易引起暴乱 北京奥运就是保一个运动场啊 你现在要 假如一大天下雨你怎么办 你肯定就只在上海什么市中心给人家赶赶雨 那别的那边江苏怎么办 那不吵起来了 对没说不公平 不过真的啊 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 你讲老实话 我最近这几天啊 这个司机这个万里 就是我就觉得啊 你比如说我平常喜欢照相 我照的照片说实话 大部分都是天上 我觉得地上太脏了 是吗 尤其是咱们周围的一些地区 地上太脏了 就只有照天 我现在喜欢拍云 拍云真是漂亮 没错 各地的云都是不一样的 什么人弄的东西 能比得上天弄的东西 所以我们 所以你知道欧洲有一种人啊 叫做探云者 对吧 专门有网站的 还出了很多书的 就是他们专门看云 他们的业余爱好去看云 而且把云分门别类 就不只按照天气学原来的方法来分类 还有这几套从美学上 审美的角度来把云分类的一个标准 然后每天记录 每天放在博客 然后还组织年会 一年一度到什么地方看云 这跟我有一拼 我这个一辈子照下的云的照片 已经有八个季了 你想 我也还没分类呢 但是 我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觉得 人类啊 这个网络啊 或者现在的媒体一发达之后啊 太自我中心了 那天我跟文道还讲过 世界天文家协会 呼吁 叫做一个保留夜星空计划 他们说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居民 所住的地区 已经看不见星空了 他们认为这件事 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变迁 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觉得又回到一个自我中心的时代 整天这事那事 地上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 什么八卦绯闻 对 你看充斥了我们的脑子 但是你看 我突然现在觉得有种清新气象 大家说 看看是全时 想一想 这个地球 月亮 太阳 而且你知道吗 适逢其会 这一周 我觉得会进入一个天文时代 40周年 阿波罗登月 40周年 你现在说是真的了 是吧 对 其实本来就应该是 我不相信那种 所以他是伪造那个说法 阿波罗登月 所以昨天 我昨天怀着这个意淫的心情 看了一遍 这个阿波罗登月的这个纪录片 我看了 怀着意淫的心情 可不得想象 咱没法去 嫦娥被美国人蹂躏 你还别说 在休斯顿航天中心和1969年 阿波罗这个飞船登上月球的时候 宇航员和地面中心聊闲天 还真聊到了这个 在即将登月之前 就说听说月亮上有个住了几千年的老女人 叫嫦娥 你们上去找一找 看有没有一个兔子 是吧 还真聊中国的这个传说 而且你知道他有一个 我就觉得多少年后 这几个航天员回忆非常有意思 他讲到一个细节 他俩其中有一个叫比兹的 他可能是第二个下地的 下月月亮地的 他两次讲到啊 据说我们在登月的时候啊 想象力受限 想象力变窄 为什么 你能想到吗 跟那个杨立伟当时差不多 就是说呀 他们这个纪律啊 这个任务太重大了 所以他在天上啊 一遍遍地提醒自己 不要忘记窗外做白日梦 完全想着这个操作归程 你明白吗 他说这个想象力变窄 以至于他们回来掉在海里 进了那个那个舱 先不能出来见人的 然后有一个太空的这个 这个不是叫一个医生 拿这个录像带 说你知道吗 我们有你们从发射 一直到登月 所有的那个当时电视转播 你们想看一看吗 然后拿个小电视 就给他们放 放了之后 这个宇航员就抓着 阿姆斯特长的胳膊说 哎呀 咱们才错过了一切啊 你明白吗 他才觉得这个事 整个是地球人生 发生的 你们激动 你们看着上去了 但是我们一直想象力 是闭锁的 这种现象到处发生 我们看体操比赛 我们觉得很美啊 很惊险啊 但对对运动员来说 他完全在背口令 每一步每一点 他根本不会再想到 什么审美啊 我怎么炫耀啊 他们的技术性的问题 距离产生美吧 我们在远处看上去 才觉得他很 不过也有一些情况 就是很多太空员 包括以前从加加林开始啊 看到后来的回忆 一直到美国的所有的这种航天飞机里面的飞行员 嗯 他们回忆起离开地球 就说也许要奔越的时候是很谨慎的 但是他们大家都有很震撼的 就回看地球 就是对对 就是离开地球轨道 往回看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地球真是一个球 哎呦 咱们仨真是想到一块去了 我特意让他们准备了一段片 就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宇航员第一次离开地球重力厂 他们叫Godspeed上帝速度吗 第一次离开之后 你想这个人类的这个地球的子孙呢 他最深的印象不是月亮 而是回看地球 他说到了月亮上 整个宇宙都是黑白两色 只有黑白两色 唯一的彩色才能看见的 最漂亮的是地球啊 彩色的是地球啊 咱们可以看看那一段 咱们可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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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因为人类对于无穷宇宙的那种好奇心 光那点好奇心 他不会花几十亿 几个上百亿的花这钱 当年是谁呀 那个总统 詹乃迪 肯尼迪 讲话 说的明白 就是我们绝不要让对手的那个争旗插上月球 所以是当时落后于苏联 是为了这个冷战 是冷战 飞机文道还写片文章 因为你想想看 当时那个环境一直有一个说法嘛 就怀疑阿波罗登月是假的人 就常有个说法说 那为什么阿波罗之后就不派人去了呢 不老有这么说法吗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派人登月是很昂贵很昂贵的事情 中国不是也准备这样做吗 对 现在预备要去 我就说四十年没有去嘛 四十年没干过这事了嘛 美国已经 他主要不干的理由就在于太昂贵 而当年要干那个事 其实跟科学没多大关系 就是要赢 国际政治 就是要赢 而那个时候你看 肯尼迪说的话很满的 他当时说的是 我们在本十年内 他六年年说 六九年登月嘛 我们十年内 我们要选择登月 我们要登月 不是因为它容易 而是因为它困难 这是个名言嘛 对不对 那么好了 你看这番话 讲完之后是豪言壮语 激起美国人士气 因为美国那个士气不好 就是你想想看肯尼迪那时候 就苏联是节节领先的 那到了后来 这一趟终于派人上去 但是你要知道 美国这个国家 我觉得有一点跟苏联很不同 当时两个国家比较 比如我现在重看苏联的 这个太空发现史 苏联呢 是它的高层领导意志很强 下头要干什么 他们下头就得好好干 要是干不成 失败了 那就算了 别提了 这失败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而且因为它根本没准备好失败 那就是个有去无回 对苏联是这样 就它没有做好一个 万一不行 怎么办 没有这个准备 共产主义必胜 对 要人定胜天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但美国不同 我最近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当年没有发表的一个演讲 因为没机会发表 那就是登月的时候 是尼克松当总统 尼克松原来已经写好了一个 失败 登月失败的讲词 那么讲词第一段就说 各位先生女士 命运注定了我们的探月者 要在月球安息 用这句话开头 然后呢 跟着后来 哇写的很感人 后面他写什么 后面他写说 古代的人们仰望星空 能够在星座里面 找到他们的英雄 今天我们仍然如此 只不过我们的英雄 是有血有肉的史诗般的人物 然后到了最后呢 那是秘书也文采 然后那是文打 然后到了最后呢 他就说呢 这个以后 我们再往月亮看的时候 夜空看到月亮的时候 我们永远知道 在那里的某个角落 有属于人类的另一个世界 那后来他真的用过一次 后来老布什不是讲过一次 那爆炸 李根 李根 李根那个是很有名的 那个也是 那个也是事先写好的 也是两个方案 一个是成功 一个失败 那么失败了之后 那天李根出来讲嘛 李根那个话 我觉得是最 他最好的一次演讲机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那是冷战 一切都是政治 你这么炸了 就等于当众刮了自己一巴掌 那很丢人的事情 你知道李根怎么讲吗 他居然把这个失败 都说成是他美国好 他这么讲 他说 我对我们的太空总署 对我们太空计划 充满信心和敬意 你知道我们的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吗 我们从来不隐藏事实 我们从来不遮盖事实 我们有什么就展露出来 给别人看 这就是我们美国式的自由 而我们永远如此 好家伙 虽败犹荣啊 这就要这样走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讲美国的自由 我就想起 我看了两个细节 一个是阿波罗登月的时候 地面上请来的贵宾 原本一定要肯尼迪的弟弟来 因为是肯尼迪吹响了号角 但肯尼迪被刺杀了 那么他们觉得呢 这个时候 他弟弟来嘛 可是他弟弟可能觉得 这时候是尼克松 他们露两个的时候 他弟弟就没来 但是你看 就在那一天 他弟弟驾驶一辆汽车 翻到河里去了 死了一个女的 溺死一名女子 然后他弟弟没有及时报警 对 最后为这个事情 反正黯然道歉 说确实是我的错 从此据说改变了肯尼迪教族的政治命运 你说这么这个吊诡的一件事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我要说的是啊 他发射的时候 你知道吗 美国有那个民权的那个黑人的牧师 领着长长络绎不绝的 对我 全是美国的穷人 到这来不干了 就是示威 说拿出几个几十个亿登月亮的国家 却喂不保这个地球上的穷人 对 可是你知道 当时这个美国对他的这个态度 发射中心的人对这个态度是什么 就是说 就跟着牧师说 他在示威 说如果我现在停止按这个按钮 不发射 就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那我就按停 那意思 这问题不是我们能解决的 然后呢 事后又后来又邀请这个牧师 带着他的孩子 一起作为贵宾 来看这个发射 就跟他讲 这是咱们全美国人民 全世界人 共同的脚 我就想讲讲啊 这个言论的宽容 自由的这个社会 我记得多年前 文道是吧 也曾经 在类似咱们中国一个什么神 神神神神武神级的问题上 说过类似的话 其实不是他说的是还是别人说 最狠的那句话不是我说的 我现在就觉得今天我可以为文道说句话 就说你可以觉得他不对 对吗 但是这个话在一个社会 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可以有人说 对吗 他并不妨碍国家执行伟大的计划 但是可以有人说这么一句话 对不对 但是你看当时那家伙兔们兴的 简直要把这个他淹死 但其实说到底往天上去还都是为了人家 天上人间这个关系啊 始终是这么存在 以前西游记 玉皇大帝 我小时候问问题 说玉皇大帝都照着地上的皇帝的图设计的 物理上 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由太阳这些东西形成的 可在文化上 天上的东西都是地球上的人心里想的 包括今天 包括今天大家这么在看这个 包括Michael Jackson的葬礼 要这么大致的宣传 还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忘掉一点身边的那么烦恼 说不清楚的事情吗 不过问题是人类这种探月或者往太空探索 它总包含着一点 虽然说它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政治显现 但是双方的包装 当时美术双方 都希望都只掌握到大家一个共同的心理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是摆脱地球的 是某种很超越很升华的东西 那就看你能不能掌握到这种心理 那这个心理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你看 嘉嘉林也好 阿姆斯特朗也好 他们出去的那个第一句话都说都是往这个方向靠 包括我们刚才说里根 比如说挑战者号炸了之后 他那个演讲最后那段话也是这个意思吧 他最后那段话就是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挑战者号上面七个这成员 也不会忘记 他们今天早上整装待发 像我们挥手的最后一刹那 至此之后 他们摆脱了地球的手 向二礼目摸上帝的脸庞 你看这是这一个 这样往上伸 所以在这一周啊 咱们看日全时啊 你知道吗 想想